2013年成龙公开表示,要将四栋古建筑捐给新加坡,一时之间引来了无数网友的谩骂。 成龙却回应,还有更多,要不都捐了?不禁让人感慨,一向都是爱国形象的成龙,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举动? 当年成龙无条件捐赠古建筑的事情被爆出之后,立刻就引来了网友的大量讨伐,纷纷谴责成龙的行为堪称卖国,甚至要求成龙将古建筑留在国内。 不过,在这期间,成龙一直都没有做出回应,随后就连央视都专门亲自下场,针对这个话题对成龙进行了一番采访。 白岩松更是针对为何选择新加坡,这一问题向成龙表达了疑问,成龙在采访中坦言,自己十分清楚,会收到不少的质疑,但是对此并不后悔,随后就针对网友关心的问题做出了正式的回应。 那么这些古建筑是从何而来呢?成龙又为什么选择捐赠给新加坡,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呢? 这所有的一切还要从成龙的父亲讲起,当年成龙的父亲从国外回到香港之后,就表示自己想要落叶归根,回到安徽自己的老家生活。 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,更为了给父亲一个良好的养老环境,成龙就计划着给父亲买一套四合院居住,因为当时的四合院还很便宜,而且很适合一家人一起居住。 但是当时的四合院大多都是老房子,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各种问题,不是巷子太窄难以停车,就是基础设施不完善,甚至有的都没有独立的卫生间,就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迟迟都找不到令而满意的四合院。 就在成龙一筹莫展的时候,身边的一位朋友给了成龙一个建议,既然买不到合适的房子,那可以选择直接买一个老房子,之后自己再翻修一番,成龙一听就觉得这个办法很好,随后就在朋友的帮助下,买下了一个灰派建筑的房子。 但是令成龙没想到的是,自己花九千元买到了一个破烂的房子。 随后成龙前往查看自己买到的房子时,才发现这个房子已经坏到不能维修的地步了,可以说整栋房子只剩下一根主粮是完好的,这里一间房子差得太远了,而且这样的房子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办法居住的。 随后成龙就再次寻找合适的老房子,就这样陆陆续续的又买下了十栋老房子。 但是这些房子也需要重新的修缮,才可以达到入住的标准。 为了可以好好的修缮这些老房子,成龙特意在上海找了个衣处大仓库,将这些房子的结构零件等都搬到上海,然后请很多专业的工匠来进行维修。 成龙为了可以复原出古建筑原本的样貌,就对房子的修缮十分严格,甚至要求缺的是什么样的材料,就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维修。 无庸置疑的是,这样的精细繁琐的工程必定会耗时耗力,基本上每一栋房子的修缮都要花上数月的时间。 长此以往,成龙就慢慢积攒下了十几套的老房子,但可惜的是,还没等住进修缮好的房子里,成龙的父亲就去世了,这样一来这些房子也失去了最初的意义。 成龙深知这些房子意义非凡,既然自己不打算住了,也不忍心这些房子再次变得没用,这样的话自己十几年的心血就白碎了,就打算将这些建筑捐给地方政府。 所以在一开始,成龙计划将这些古建筑捐给香港,毕竟香港对于成龙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,但也希望香港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建筑。 随后成龙就多次和香港的相关官员商量,希望将这些房子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,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,做成一个小小的博物馆,但是香港政府不可能轻易将大片土地划给成龙,再加上连李小龙和梅艳芳这样的巨星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。 毫不意外的,成龙的提议遭到了相关领导的拒绝,虽然之后双方一直在努力地协调这件事情,但是香港地小人多,实在难以实施,无奈之下的成龙就打消了自己的念头,随后成龙将自己的眼光放在了内地,很快就有不少人听说之后,去和成龙沟通古建筑的事情,但双方一番交谈之后,成龙就看出来,这些人并不是真心的, 而是想要利用成龙的名气为自己带来商业价值,渐渐的成龙就打消了捐赠古建筑的想法,就这样将古建筑安置在内地的想法就不得不搁置了,那么成龙为什么选择捐赠给新加坡呢? 这其实是因为成龙多年前在新加坡,曾买了一些英式老房子用来投资,新加坡的总理夫人见到成龙十分喜欢老房子,特地和成龙见了一面,就在二人的聊天中, 总理夫人得知成龙还有一些更老的房子,就表示自己可以为他想想办法,成龙没想到总理夫人竟然对此感兴趣,就将自己手里的资料交给了总理夫人, 令成龙没想到的是,总理夫人迅速就为成龙的这些建筑安排了一块区域,甚至还承诺负责搬运和维修的费用, 只要成龙愿意将这些建筑在新加坡展示,成龙看到这一系列的方案,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在认真对待这些建筑, 就同意了将这四栋建筑捐给新加坡,双方达成共识之后,成龙就在公开平台公开了捐赠的消息, 其实他清楚的知道,这个消息一出,必定会受到大家的质疑, 但成龙对此并不关心,他只希望可以靠自己的行动,带动大家一起保护古建筑, 不能看出,成龙一直在致力于自己的慈善事业,但同时他也一直倡导环保, 而且以身作则,自己的生活也是十分节俭,就在近日, 武汉某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,成龙惊喜健身,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成龙身体依然健老, 随后就有网友发现,成龙在发现地上有一处垃圾之后,就默默地蹲下来捡起来, 随后就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,之后就接着和身边的领导们, 有说有笑,当时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, 网友们看到了成龙在毕业典礼上的表现,纷纷为他的行为点赞, 时间是检验一切的标准,有些人可能是真的作秀, 但是还有一些人,把慈善这场秀坚持了一辈子, 那就是真的功德,成龙也在不断地用自己优秀的品质, 感染着一代一代的人。